如果说灯辉先生很细节 那跟马英九之间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纠葛呢 东豪 马英九跟李灯辉先生 有一段故事 就是马英九常常讲一句话 我以后讲的话 你们还相信吗 就是委任直选 跟这个总统直选的问题 那件事情之后呢 他就从陆委会副主委 调来法务部 法务部是个冷牙门 进到法务部的 法务部以前基本上 没什么政治人物要来 因为进到这里 几乎没有前途 唯一一次例外的是 李灯辉找了萧天站来 可是萧天站很快就出事 那马英九到了法务部 其实初期是真的 没有什么政绩可以讲 可是那一年的 那一年的政府议长 选举的过程中 汇选绑装绑票绑得太凶 马英九想要办 跟你们要知道 马英九在法务部是没有人的 马英九曾经发生一个笑话是 台北地监署检察长 叫做刘锦毅 他曾经讲说 检察官员或不要涉入政党 所以你也不要去搞 选中常委 刘子英照选 还选上排名还不错 部长都讲话他还去选 你部长又不管我 管不到我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马英九 马英九后来最 法务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查他会选 尤其是政府议长会选他 那一次他怎么有办法 一个当时检察官员愿意帮他 那个时候他们怎么做呢 就是你如果你这个地检署没有绩效的话 会影响到你未来这个检察长的升迁 可是你没有兵 兵要在哪里 在调查局手上 我记得是一个礼拜六 礼拜五还是礼拜六吧 调查局原来很多人在受训 像北极组 但是他们在受训要结训前 忽然间接到个命令 不解散 所有的人在那一天的中午过后 每一个人都接到一个分派地点 就派到全各县市 全部撒出去干嘛 配合地检署查他会选 所以那一次查他会选 其实很多人认为办不了 但是后来你看到其实很多人 那个结果 那个结果就是造成后来马英九 后来离开法务部 但是那个结果也奠立了 马英九成为英雄 李登会看在眼里喜欢吗 不喜欢 因为这些县市长 就去跟立委投诉 那本土派的这些立委 就在这个有一次跟李登会开会的时候 我记得搞不好也是在中兴山庄 就直接大骂 马英九这样做是动摇国务 大概动摇国本 谁的本啊 或者党本 动摇谁的本 就是整个国民党的地方基础 其实那一次影响非常大 你想想看几百个上千的议员跟家属 然后几百个立委 然后有一些县市像桃园 那时候我记得是正副议长都被干掉 很多县市都是国民党的 都是国民党的县市长 所以你说李登会先生会喜欢马英九吗 他不会喜欢 到了台北市市长选举 那个时候本来要用胡志强出来打 可是民调不行差太多 所以回过头来还是得找马英九 所以马英九后来虽然取得代表权 可是我们如果注意那一段选举 前面也是看不到李登会的 是啊 那阿扁其实那时候包括罗马 罗文家马云城 他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那一口 因为他们知道落后 可是你知道选举是靠一股气 怕就是李登会会不会出手 那这中间一直在连李登会的人 最后是吴伯雄 不管是用民调各方的数据 就告诉李登会说 马英九会赢 可是你知道其实到最后 那个差距不算太大 因为还是有个王建轩 所以你注意那一年的王建轩 他都去捡垃圾啊 我记得吴淑貞这样骂他 你那三起地没有 你都在那里扛本舍 就是把他的竞选活动降到最低 因为新党当年的新党还有议员 气王宝马 新党的支持者 分裂投票 议员投新党 市长投马英九 没有那个时候马英九的气势 一路上先 但是就是怕 但是吴淑貞都骂王建轩不好好选 超好笑的 所以在选后 应该是投票前是礼拜三嘛 那一天嘛 就是新台湾人那个举手 好 你再看 这个就是李登辉 在政治上面来讲 他是标准的君王论 马基维利的性格 他有他这一面 他那一个部分是很冷酷的 就好像他引进本土派 这些本土派比如说在园林 在中南部来讲 在当年把民进党的立委选区 立委选举其实压得很惨 我们常常说 李登辉是一个半的党主席 就是国民党党主席 加半个民进党的党主席 可是在立委选举的时候呢 这个他不容许你挑战 他的权力基础 因为这些才是 他的权力基础的条卡 那个支持者 那这一些 这些所谓的本土派立委 是把民进党压得很惨 像云林 你现在看到云林是两席 都民进党对不对 你回到李登辉那个时代 对不起 没有 没有民进党的空间 偶尔 是偶尔会有 不小心的时候会跑出一起 大多数的时候是没有的 是慢慢慢慢演化的 所以李登辉他的性格 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你在看他这一块 他跟马英九之间 当年是这样子 可是后来在连赞落选的时候 在踢馆的 带群众包围的 也是马英九 可是你说李登辉跟马英九之间 就不再往来吗 也不会 回到2008年 其实从2006年开始 马英九对 你看2004年的牵手护台湾的时候 李登辉是挺扁的 可是05年06年的变化 他开始对阿扁政府有很多批判 08年的时候 不管是选前或选后 我记得那时候 李登辉讲过一句话 选投票前人家问说 他会不会支持现场庭 他说我这一票会支持现场庭 但是我没有叫你们要支持他 那句话很经典 那选后马英九就看了李登辉 那是一种政治上的和解 那你说李登辉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是个新的 总是政权交替的 李登辉还是想要有他的影响力 当然等到后来马英九的路线 又出问题的时候 你看他在 他又跟马切得很快